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说到眉毛,女性会更为关注一些 但大多看的都是眉形 注重的是眉毛,会不会影响到个人形象 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会关注眉毛的长短 在一些年纪大的人眼中,眉毛长代表的是长寿 越长寿命就越长 喜欢看古装剧的人也是能发现这一点 在古代有很多长寿老头,眉毛都是很长的 男性50岁后眉毛变长,究竟是好是坏 其实不只是50岁后的人会出现眉毛变长的现象 有些年轻人也是会有眉毛很长的情况 对于眉毛长,年轻人可能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如果看到此种情况会觉得是好事 认为男性眉毛长是代表长寿 眉毛越长,寿命也就越长 还有一句俗语叫做 眉毛一根长胜过万斤粮 说法有些夸张 可是一些老人就是很相信这样的说法 觉得眉毛长就是好事情 关于眉毛长是不是与长寿有关系 现在也是有研究人员进行研究 经过对于一些长寿老人的对比分析后 发现长寿的人并没有人眉毛是长的 也就是说眉毛长寿命就长 这样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 也是无从考究 现在医学上没有相关证据能够证明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么就伸出你的发财小手帮我点个赞杯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对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有的人之所以眉毛长 与人体的新陈代谢以及雄性激素分泌是有关系的 一般新陈代谢比较好的人 眉毛的生长速度就会比较快 眉毛看上去也会更长一点 还有一些男性 雄性激素分泌将为旺盛 眉毛长得也是比较快 可能就会又长又茂盛 毕竟人体毛发生长 是会受到雄激素的分泌影响 从这两方面来看 如果是因为新陈代谢快 或者是说雄性激素分泌旺盛 才导致眉毛长得长 则可以说是好事情 但也需要关注一下 雄激素分泌过于旺盛 很可能是有内分泌出现问题 可能是疾病因素 也可能是不良习惯导致 还有一点需要格外注意 就是有的人会乱补保健品 或者是乱吃药 也是有可能给内分泌 带来不良影响 可能就会让眉毛长得比较长 这可能就不是好事情了 50岁后男性眉毛变白 又是意味着什么 毛发变白是衰老的一种表现 年纪大的人 如果出现眉毛变白的现象 是很正常的衰老 但对于刚过50岁的男性 如果说是衰老 可能会有点过 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 有的人衰老速度比较快 是有可能在50岁后 出现眉毛变白现象的 除了眉毛变白 其他地方的毛发 也是有可能会变白 而眉毛变白除了代表衰老 也可能是缺乏某些营养素 比如点、蛋白质 或者是维生素缺乏 都是有可能让眉毛变白 因为这些营养素缺乏 可能会影响黑色素的生成 毛发得不到充足的黑色素滋养 就有可能变白 另外也有可能是不良习惯惹的祸 比如说长期有烟酒习惯 还有就是经常性的熬夜 也是会有可能抑制黑色素的形成 从而导致眉毛变白 如果是突发性的变白 或者只是其中一根 或者几根眉毛变白 甚至还出现了其他一样 需要及时关注起来 以免错过疾病的信号 真正常住的人 大多会有三个特征 如果你也有 值得高兴 一、肺活量大 年纪大了之后 会发现很多事情 开始力不从心 明明每走多少路 就会感觉气喘吁吁 原本每天都爬到楼梯 突然间爬不动了 不再轻松爬完三层楼了 出现这样的变化 也可以是说明肺活量下降 但如果年纪大了之后 还经常爬楼梯 走路也很轻松 很少出现气喘吁吁的情况 说明肺活量还不错 身体也还算健康 二、赤麻麻香 排便也很规律 随着年纪增长 有不少人会发现 饭量减少 食欲也没那么好了 吃东西没那么香了 排便也没那么顺畅 总是容易便秘 还会出现消化不良 这些变化出现时 也是可以说身体开始衰老 消化功能变差 但如果在年纪上来后 还能赤麻麻香 排便也很规律 很少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 也可以说明肠胃功能还算不错 整个身体状态也很好 更加容易接近长寿 三、体重合理 说到体重这一块 不管是上了年纪的人 还是年轻人 都应该多关注合理的体重 对保持健康 还是有很健康的意义的 年纪大了之后 拥有合理体重就更为重要了 要知道过瘦、过胖 都是有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死亡率也是会随之上升 而年纪大了之后 不要追求瘦 微胖的身材更有益长寿 BMI值保持在25左右就比较好 其实一个人寿命的长寿 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比如遗传因素 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的 经常抽烟喝酒的人 患各种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 寿命自然会缩短 而那些长期坚持着 良好生活习惯的人 或许就会成为长寿的幸运儿 一直以来 人们都在探索长寿的奥秘 有人寄希望于长生不老药 有人相信保健品 但其实长寿是需要 我们自己去争取的 因此对于眉毛长寿 寿命略长的特点 还是应该合理去看比较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